隔江灸技术操作规范及日常保健 隔江灸属于隔五灸的一种 隔五灸又称间接灸 是用物品将爱注与湿灸处的皮肤隔开 是以爱注灸的一种方法 隔江灸是指在爱注下可以浆片 隔江灸的日常保健 隔江灸可以改善腹部障满 对于腹部障满时轻时重 或者时候腹胀加重 或者与情绪变化而加重 或者与腹痛病见者而属于寒性者 可以用隔江灸来进行保健治疗 常用的穴位有中腕 天书 神缺 观源 第一 中腕 在上腹部 席中上四寸前皱中线上 简便取穴 仰卧位 沿前正中线向下触摸 找出胸骨体与腱突间形成的凹陷 即胸腱连和 胸腱连和 与其中连线的终点即为本穴 天书 在上腹部 横平 横平其中前正中线旁开两寸 简便取穴 仰卧位 过乳头坐以 前正中线平行的直线 沿其中坐以水平线 两线的交点到其中连线的终点 即为本穴 神缺 在上腹部 其中央 简便取穴 仰卧位 其中央 即为本穴 官缘 在下腹部 其中下三寸前正中线上 简便取穴 仰卧位 确定齿骨联合 从齐下沿下腹部前正中线向下推至 尽头即可触得的骨头 即为齿骨联合 将其中与齿骨联合上缘终点的连线 平分为五等分 即连线的上五分之三与下五分之二 焦点处即为本穴 按照隔江穴操作规范 选用以上穴位进行爱穴 一般每次穴三到七状 每周两次左右 但腹部障满发生较久 则可以多穴 不可均拟于壮术 隔江穴还可以改善恶心 恶心是指欲吐不吐 欲罢又不止 多为饮食不洁 情绪失调 脾胃消化不良等所致 生姜具有温中止藕的功效 可以用隔江穴来改善恶心 常用的穴位有 中碗 神缺 下碗 天舒 下碗穴 在上腹部其中上两寸 前正中线上 简便取穴 仰卧位 沿前正中线向下触摸 找出胸骨体与剑突之间 形成的凹陷 也就是胸剑联合 将胸剑联合与其中连线分为四等分 该连线的下四分之一 与上四分之三交点处结为本确 日常生活饮食要规律 避免过时刺激性的食物 如烈酒 浓茶 咖啡 要避免暴饮暴食 在操作过程中 我们用鲜姜切成直径约2-3厘米 厚约0.4-0.6厘米的薄片 用针在姜片上扎数个孔 准备碍柱 用碍柔制成上肩下平的圆锥状的碍柱 直径0.8-1厘米 高1.0-1.5厘米 姜片上安放碍柱 至于湿酒穴位上 点燃碍柱湿酒 若有灼痛感 不可以忍受的时候 可以将姜片向上提起 使之离开皮肤片刻 旋即放下 再行碍柱 反复地进行 或者在穴位的四周 缓慢地移动姜片 以分散痛感 湿酒以局部的皮肤红润为度 碍柱燃尽一次 称为遗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